前两天微博上有个消息被到处转发 就是马斯克的火箭公司SpaceX雇用了1000多名清华毕业生 可以看到页面上这个大V展示的这个消息 1022名清华毕业生 消息让这位大V很无语 尽管突破了 评论区各种各样的意见 卖国大学关了吧 为什么留不住顶尖的人才等等 那么我们可以找到更详细的信息 这里一个小荣老师教育论的自媒体 说到马克思造火箭全靠清华高材生 SpaceX竟然雇用了1022名清华毕业生 然后这个自媒体呢 给出的消息实际上来源是一个截图 里头包含了更详细的信息 除了1022名清华毕业生之外呢 还包括999名来自沃顿商学院的 365名来自滨大的等等 还有更早更详细的内容吗 有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北美留学生日报 时间更早了 6月21日 SpaceX清华毕业生最多 中国人才都跑过外了 那么这个里头呢 实际上有了更详细的一个截图 可以看到 具体的金额 具体的人数都在这 那么说明这条消息呢 是 进口的 先是在海外中文圈里头 出来 然后再转到国内 那么这个截图 熟悉LinkedIn的 一看就知道 这是LinkedIn的界面 那么我们可以到LinkedIn上去搜一下 我这边已经帮大家搜好了 那么用SpaceX来作为关键字search 然后就找到公司的页面 然后在people这 可以看到 好 界面完全一样 对不对 数据可能会有点出入 可能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但是大致是能对上的 1004名清华大学的学生 952名来自沃顿商学院的 然后341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那么实际上引起我怀疑的 就是在这里了 熟悉沃顿商学院的都知道 它实际上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下面的商学院 所以为什么会把这个并列起来 这个是很值得疑问的 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在linkedin上 再进一步的搜索 看一下到底这些毕业于清华的毕业生 是什么样的profile 那么这里我search了一下 linkedin上我设置search people 一个过滤条件是目前工作于SpaceX 另外一个过滤条件是曾经就读于清华 可以看到找到很多不同的人士 可以看到我们先看第一个 francine kimbo 这是一个老外的名字 这是姓 kimbo不是华人的姓 但是是一个亚裔的面孔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好这位 kimbo先生 他是SpaceX的能源总监 那么他在SpaceX工作了12年 从工程师做起 从太阳能工程师做起 然后到制造工程师 然后到能源总监 好有意思了 之前的工作是在上海的太豪科技 毕业于先是清华本科 然后是沃顿商学院的MBA 好有点奇怪哈 不是华人的名字 但是曾经在太豪科技工作过 好在这个list里头 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人 比如说这位 看起来也不是华人的名字 Mercy 也是能源总监 巧了 也是从太阳能工程师干起 然后在此之前 也在太豪科技工作 哦 清华毕业 然后沃顿商学院的MBA 再看另外一位 也是能源总监SpaceX的 12年太豪科技 然后MBA的学校不太一样 牛津 另外一位 好这位一看就是华人了 华人的名字 华人的面孔 卫银练 也是能源总监 也是来自于太豪科技 好清华 我顿 鲁鲁卫同样的 不用说了 所以看起来这就是同一个模板 对不对 这些人都是非常相似的经历 非常相似的职业 我告诉你 包括里头的responsibility 这些介绍也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的connection非常少 只有几十个或者一百多 所以这实际上都是 题目中间提到的 杀猪盘 他们全部都是假的账号 这些假的账号 集中建立在SpaceX下面 作为SpaceX的员工 然后呢 同时 因为是相似的模板 所以都是套用到太豪科技 和清华大学 那么为什么会有杀猪盘呢 这是很有意思的 你看像我今天也收到了一个request 一位女士的 那么这位女士同样是 形象很好啊 也是connection非常少 然后来自于洛杉矶 Adobe 很棒的 就业的公司 但是显然也是杀猪盘 那么大家可能对微信的杀猪盘已经很熟悉了 这是很多年历史了 卖茶叶的小姑娘 他有一个爷爷 他要帮爷爷 然后卖茶叶等等等等 那么现在北美也开始 大量出现在linkedin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上 大量出现这种杀猪盘 那么search一下linkedin杀猪盘 可以找到很多 那么比如说这边一个截图 就是一个朋友 在加了linkedin上的杀猪盘之后呢 这个杀猪盘要求他通过 WhatsApp或者是Telegram联系 然后你看这边 你现在是在西图亚吗 我在温哥华从事IT行业 你呢 西图亚西雅图傻傻的分不清楚 所以这位朋友很快的就回答这么熟悉的骗子套路 你换下一个人去骗吧 那么他们到底骗什么呢 其实他们并不是像微信杀猪盘一样骗卖茶叶 那么现在呢 更多的是骗什么骗买比特币 当跟你建立了connection之后呢 取得了你的信任 然后告诉你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告诉你可以通过他去买比特币 或者推荐你下载某一个应用去买比特币 然后呢很快的就赚钱 创建账号短期操作下获取10%到15%不等的获利 当你觉得这看起来是不错的一个生意 然后投入更多的钱的时候就会发现 这个平台可能就把你的账号锁死了 甚至说这个平台就整个不见了 这个就是目前linkedin上杀猪盘的套路 很不幸的是 这个沙中盘不知道骗到多少人 但是骗倒了国内一大批的自媒体 他们假造的数据让大家以为 SpaceX有1000名清华毕业生在工作 当然我不知道SpaceX到底有多少清华毕业生 但显然从目前linkedin上查到的信息 以及现在看到的这些1022名所谓的清华毕业生来看 这个数据完全是杀猪盘造假带来的副产品 好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 再见